不會想要不要說一下 相信自己同人嗎 面對記者提問笑而不達 台北地檢署為了偵辦W飯店命案 分案調查警方洩密 現役警分局 分局長劉宏烈被約談說明 詢問一個小時後請回 但如此大動作 讓外界認為不太尋常 是有使用毒品嗎 涉案的土豪哥朱信男子 案發後就遭到警方約談 甚至還疑似在接受偵訊後 隔天就搭機前往香港 位在北投的豪宅 同樣不見人影 不只他的財力令人擇舌 家事背景同樣也很顯赫 父親是桃園永平工商董事長 政商關係非常好 這位兒子牽涉命案 不只在加拿大跨海發聲明 替兒子澄清 就連主任檢察官都罕見的 親自到分局說明案情 我們現在這個案件 非常積極的在研磨之中 所有相關的事證也在蒐證之中 請社會大眾可以給予期待 我們會給社會還給一個公道 讓這個案件可以水落石出 謝謝 雖然說積極偵辦 但是命案本身還沒查出個眉目 就嫌大動作調查 認真辦案的警方洩密 是否因為土豪哥家族財大勢大 就連警方都被檢方施壓 不得而知 只是整個偵辦過程 讓有錢判生無錢判死 這種刻板印象 再度浮現在社會大眾腦海當中 記者也將名黃家瑋 SNG小組臺北報導